习近平向娱乐圈喊话文联紧急开会彭丽苑屈席 看中国2018年7月1日讯看中国记者林忠宇综合报道中公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因手机2开拍影射到自己而大爆娱乐圈以阴阳合同逃睡黑幕搅动整个中国演艺圈 在习近平向娱乐圈喊话五部门出手整治后中国文学艺术企业联合会简称文联也紧急开会但身为文联副主席的习近平妻子彭丽苑没有出席 中共新华社6月26日报道称习近平最近写一封信给现年83岁的中国影视圈知名演员牛 希望他继续在从一座人上做表率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 新唐人有分析指由于实质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爆料娱乐圈逃睡黑幕搅动中国舆论之时 习近平次翻致信牛对文艺工作者发声又向娱乐圈喊话致意 习近平致信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后中国文联紧急召开会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座谈会 6月29日据中国文联官网消息中国文联在北京召开文艺界学习习重要志士座谈会 中共央视新闻联播播报了上述新闻 这次座谈会上中国文联领导班子几乎全员出动 包括铁宁 李毅 李雪剑 潘鲁生 冯霜白 江坤等 不过外界关注到习的妻子彭丽润没有到场 作为主政中国的习近平之妻彭丽润的权势受到瞩目 美国《福布斯》杂志11月1日公布2017年度全球百大最有权势女性名单彭丽润未练51 彭丽润是名歌唱家有少将军衔 现任军队艺术学院 军改后 名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院长 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原来还有总政歌舞团团团长 中华全国清联联联合会副主席和全国副联职位 中英协副主席等职务一卸下 目前时长随习出访 彭丽润2011年11月底就已担任文联副主席2016年换届连任 中国文联去年11月3日在北京召开有关中共十九大的座谈会 据陆媒消息称 身兼文联副主席的彭丽润并没有像其他文联官员一样在会上做现场发言 只是提交了书面发言 彭丽润先由卷入文艺界事件 不过习近平与中共党内政治对手的权斗中亦有彭的影子 有关彭丽润与江泽民派系结院已经被曝光 香港《证明》杂志曾披露彭丽润早年具象江泽民现役的内幕 据指军中江派红人力双江与彭丽润曾有个人的恩怨 2000年春天 军 军方艺术学院四世年院庆时 以著名校友返校汇报为民计划 搞一个非公开的向江献艺演唱会 学院领导委托了双江琴总政府明觉彭丽润到场 彭丽润不是那里毕业出来的为由拒绝 据称此举让李十分尴尬也让江大卫光火